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余在车里点算人数 在哪里上车啊你们 不需要告诉你 在哪里上车 投票开始之后 陆续都见到不少娱乐场的巴士 或者娱乐场的私家车 车的员工过来投票 也有员工在下班之后 穿着制服过来投票 公司有没有有什么车 不知道啊 因为我没问到 我住附近而已 没听过 没听过 有没有指示啊 有什么意向啊 也有看 也有看 有几个穿着娱乐场制服的员工 手中拿着笔记 疑似收集资料 不时在票阵外陪会 或者等了几个小时 没有什么功课而已 什么功课 什么功课 自己学校的功课而已 对啊 就是那些调查那些 不是调查啊 不是调查啊 对啊 是有什么帮你 什么功课 去了解一下 见你在票站出别走你走去 好吗 我等人而已 我等我的孩子 当我就呼吁市民 遵守投票的相关法律规定 切勿以身示法 所有的人士 特别是 有不轨之心的人士 不要以身示法 否則必須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坊間上面對於詐話市面上出現的各種 譬如一些飲食文化 甚至詐話一些可能派送禮物的行為 其實廉署一直都有詐話 跟進去這個處理 而廉署發放出來的訊息也很清晰 所有這些與物質和非物質利益有關 只要詐話與選舉扯上直接 或者間接關係的話 都構成這個違法 廉署說會因應情況盡忠職守 履行自己的職責 另一方面希望在事情未發生之前 能夠採取有效的措施制止 欧門知識台記者 菇比樂報導